最近中國大陸在平潭實彈射擊 射擊13個小時 平潭這個地點是距離台灣新竹最近的地方 68號海裡相當於126公里 就是台灣海峽最靠近的距離 在這個地方實彈射擊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們湯教授會讓他們解答 然後這一張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雷根號 雷根號在距離南沙群島的永暑礁185公里處 7月28號的時候在巡航 然後解放軍的052D型的飛彈驅逐艦 054A型的導彈護衛艦就來了 最靠近的距離只有23、27公里 互相監控 教授來幫我們解答解讀一下 這個軍演 他是例行性的軍演 還是衝著裴洛西來的呢 這當然就是衝著裴洛西來的 衝著裴洛西來的 教授直接這樣解讀 當然了 因為我們看到了 他這個設定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近航區 他只要設定四個點就可以了 他設定四個點呢 然後在這個四個點的中間呢 他就把它標示出來 那標示出來以後呢 他是說這個地方 我會有火炮的這個射擊 那外界的這些 不管你是船隻也好 是飛機 飛行器也好 你都不得進入這塊地區 如果說進入這塊地區的話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就有可能會被擊落 有可能會被驅逐等等等等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警告 而且他還不只這個地區 在整個現在從南海 一直到東海的這個大陸的 這個沿岸 他總共有五個地區 都在做這個同樣的事情 因為五個地方在軍演 對 五個地方都在軍演 意思就是要給裴洛西 一點顏色看看 意思就是我們這裡不是 讓你這麼容易輕易地來操弄的 因為現在裴洛西 他當然這個就是一個 純心挑釁的一個動作 這個除了這個以外呢 剛剛這個主持人提到的這個 這一張所謂的這個 雷根號跟解放軍的兩艘軍艦 雷根號的這個是一個越南的 越南的一個軍事專家 他所拍下來的這個照片 我們看到了這邊這個是雷根號 雷根號它是現在美國 可以說是最先進的這個航母 而這個航母出來 它不是光航母而已 它還有驅逐艦 還有巡洋艦 還有潛艇 還有艦載機 這是整個一個戰鬥群體 所以它的這個戰鬥實力 那當然是非常堅強的 我們看看這個最下面這裡 最下面這裡它有一條是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巡洋艦 就是Attentum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條巡洋艦 巡洋艦旁邊的這一條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補給艦 是油料補給艦 因為他們在海上 要這個活動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說它必須要有補給艦 這邊這兩個剛剛主持人也講了 一個是驅逐艦 一個是護衛艦 這個是解放軍的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已經在這個台灣的這個南部的 就是南部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從南海往台灣的這個方向 已經開始在做一個對峙了 已經對峙在那裡了 當然這個就是北京刻意要用這種方式 來警告裴洛西 到底你是不是看得清楚這個事態的嚴重性 好 那我再講講這個裴洛西的這個狀況 我從三個層次來說明 第一個他個人 第二個政黨 第三個國家 所以從個人的角度來看 大家剛剛還有一點沒有談到的 就是他的先生因為一個內線交易案 已經被調查了 意思就是說因為他知道 美國最近已經通過了500多億 甚至有些是2000多億的 這個有關於電腦晶片的這個補助案 所以他在這個還沒有通過之前 他就大量買進 所以這個就引起了美國的檢方對他進行調查 那這個你說會不會促使了這個裴洛西呢 來到這個台灣海峽來攪局以後 引起紛亂 然後這個轉移注意力 這個有點像什麼 這有點像強森的情況 強森他自己有什麼這個派對門 什麼這個一大堆的這些問題 所以說他經常跑烏克蘭 他跑到烏克蘭去 我支持烏克蘭 其實他也是要來轉移注意力 讓人家在內部的 這種對他的攻擊呢 可以受到一點牽制 那在政黨這方面當然 因為他現在他也知道 這拜登所領導下的這個民主黨 這個其中選舉大概已經輸了 已經輸了以後呢 他的職位也不保了 所以他為了要挽救這個政黨 他就希望外銷轉內銷 意思就是說我到你那邊來 繳獲一陣 然後看看用這種 中共比較強烈的這種反應呢 是不是可以反過來 來在選民的這一個部分上呢 來激起民眾對於這個民主黨的支持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 外銷轉內銷的一個動作 所以裴洛西他自己的這個算盤 也很明顯就對了 不只畢業旅行 順便再帶一個風向 讓大家忘記他老公的事情 對 轉型注意力嘛 然後你提高民主黨的這個聲望嘛 然後再強化美國在全世界的領導力嘛 他是希望說拜登不要做 裹押總統 因為如果說你現在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民調 都會認為說拜登你在這個其中選舉 大概已經沒忘了 大概兩院都會失去多數 這樣子的話 你這個拜登當然就變成了一個 所謂的裹押總統 從這裡我倒覺得說 現在因為還有幾天 他大概要到8月幾號才會到台灣來 我一直是感覺到 就是台灣這邊不能夠任意讓人家践踏 任意讓人家打牌 所以在野的勢力 我倒覺得應該要團結起來 要表達對於裴洛西訪台的反對聲音 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那就可以替很多人解套 第一個替拜登總統解套 第二個你可能也對 也給這個裴洛西解套 裴洛西想說我要去台灣 台灣不歡迎我 那我就別來了嘛 那你也解套了嘛 第三個替北京解套 北京現在要大費周章 你說他要花多少人力財力物力 如果他不來 那這些事不就全部都解決了嗎 另外這個對台灣來講 如果說你真的插槍走火的話 那你說我們這邊就算不怎麼樣 就算你掉下一兩架飛機 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犧牲了這個飛行員 我們培養一個飛行員要花多少精力 多少財力 那這些東西你為什麼要把它 用這種方式來犧牲呢 你說一點道理都沒有嘛 一點這個意義都沒有嘛 另外我是覺得說在野黨 或者說在野的勢力 他如果把這個話講出來了 講出來了以後呢 你執政黨你願意沖山如流 那咱們可以大家一起反對 陪洛西到台灣來 如果說你那不踩 那這樣子的話 在野黨或者在野勢力呢 他覺得說如果說真的插槍走火 那你政府呢 你就要負完全責任 因為我事先我話已經講在前面了 因為我做一個舞台給你演 你不演嘛 你沒有反應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動作的話呢 可以給很多的方面都解套 好 同時呢也可以為將來的 美中台的三邊關係呢 創造無限的和平紅利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